自然也有好心情 相信在这种好心情当中 比赛是绝对精彩的 今天位球场坐落在 布宜诺塞里斯的努涅斯 是欧洲以外地区中最著名的球场之一 如果您刚刚开始收看 那我告诉您的话 比赛刚开始啊 别急 韩国对阵李万恩 轻小的传球 球转移到了右侧 时机不错 能传出来吗 打一架 男将表现非常严厉 他出色地化解了险情 这是教科书般的扑救 他凭借惊人的摆音速度化解了险情 围挤之中 将求几位 围挤之中 将求几位 机器绿 指头直载 孙兴敏 推 孙兴敏 赶紧地解围 看谁能得到皮球 朱世忠 朱世忠 老机会 机会 他成功地阻止了对方的进攻 上门 反应很灵敏 漂亮 高难度的扑救 不错 能将这次扑救体现了他的身价 这球传大了 这球传大了 随行民拿球 向外找到侧翼 金信玉 得分的机会 还要上班 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 由于没能脱门 相信双方的教练是有很多内容需要总结的 虽然没出现进球 但是比赛的过程不承问 场面毫无进展 比分仍然是0比0 比赛已经开始了 大家快醒醒 别打呼噜了 韩国应该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 尽管比分并没有反映出优势 但是他们的确掌握了比赛的节奏 在下半场比赛 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心态 坚持自己的打法 金信玉 他最好抬头看看门前的情况 其实不只有一种选择 金信玉 他是不会青年失败的人 一定会卷逐出来的 李万能一直在控球 但推进显得不紧不慢 小船渗透 很有穿斗力的传球 顾世忠 好球 门将拿球 传球 他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 球出了边界 身体优势啊 这点让对手很吃亏 现在势均力敌 控球率是关键 可不能总是丢掉球权 想要穿透房间 向外侧找到了侧翼 船中偏折出了底线 脚球 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 他选择攻门 中场哨声响起 全场比赛结束 一场闷战 球迷和教练 应该都不会满意的 双方防守 倒是组织的非常稳固